大家好,我是CineSport动影地带的影评人CantoArtist 今天又和Mike和大家讲评一些新片 最近这个大片不是太多,但万圣节快将来临 所以也有不少经历片上映 我们今次会选三部电影,都是西片为主 刮固两部都是经历片,第一部是上周上映的《驱魔人信仰者》 就是经典电影《驱魔人》的最新之作 之前这个导演David Gordon Green 搞过《月光光深方荒山》部曲,今次又搞《驱魔人》 可以不可以呢?先跟大家讲一下 讲开《驱魔人信仰者》,又不得不提他的原著 就是这个70年代的经典经历片《驱魔人》 这部电影在香港也会有一个有限量的放映 所以我们顺便也讲一下 最后就讲一部欧洲的文例片 就是《盛夏愚晋》 之前我们看过几部欧洲的文例片 观感都一样,这一部反而是有点惊喜的 为何这么说呢?先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首先讲《驱魔人信仰者》 如果有这么多年之的影迷 都知道这是一个《驱魔人》系列的最新作品 我们也不会说它是一个重启 因为它又不算是一个重启 它是延续之前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看就知道 它里面有些人物都是延续第一集的 今次是一个新的三部曲的序章 就是这个导演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David Gordon Green 之前拍了《月光光心方方》的新的三部曲 今次就会接受《驱魔人》的新的三部曲 今次这个《驱魔人》就是第一集 作为一个看着这些戏的成长的影迷 你觉得今次这个新版有没有给你一些新意呢? 这个新版的新意又不是说没有的 我觉得它利用这个题材 我觉得它都有一些重新思考 就是如何去把故事带出来 不过我觉得驚喜就欠奉 的而且确如果你跟旧版 或者最近看过很多驱魔类型来说 今次这部其实又不可以说是太多新意 唯一对于我们老影迷来说 就比较有些怀念的味道 就是它找回之前的女主角 就是以前旧版的那个做妈妈的女演员 去做同一个角色 但是其实这个角色的作用在电影里面 就不是非常大的 如果大家记得 之前那个《月光光心方方》的新的三部曲 其实它重点之一 就是找回旧版的女主角 就是这个Jamie Lee Curtis出来做 做同一个角色 而且在那个系列里面 它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可以说是贯穿了三部曲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但是相比来说 暂时看回《驱魔人的信仰者》 第一集 暂时没有看到这个旧人物 有什么很大的发挥机会 所以这方面是有点失望的 至于你说驱魔的情节 或者新版主角的故事 就像你刚才所说 我觉得在意料之内 所有的发展都是 就算驱魔的东西都不是太多 可能因为最近 真的看了太多这些类型的电影 就算你说过去这大半年 或者这两年 就这样数一下 都是搜到我们之前看过 那部《教廷第一驱魔人》 或者去年有一部《魔鬼之光》 都是说这些驱魔 而且可能没有这个原版 就是这个正宗版的包袱 所以那些是更加玩得更加放一点 相对来说 不知道是否因为要配合原著 所以这次反而不觉得有很多新意 或者有很多突破性的东西 我觉得新版的新意是比较微妙的 不是那么明显的 大家有看过片头都知道 其实撞邪的不止一个小女孩 只有两个小女孩 两个小女孩分别来自白人和黑人家庭 我觉得他这部电影里面 就带出一个不同的问题 就是他有一点想说一下不同家庭的待遇 也说到一个失踪人口的问题 比较特别的是说单亲爸爸 你知道现在看很多电影 通常都是单亲妈妈 尤其是在非裔的家庭 很多时候说父亲是缺席 这次就是一个单亲的爸爸 另外他也是有一些跨宗教的元素 跟以前不同的是 不是罗马天主教 是唯我独尊 只有他可以驱魔 我觉得这些其实他都中间有很多东西想说 我觉得比较 就是我刚刚说 比较觉得身意欠缝的原因就是 他很多这些东西说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三部曲的缘故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 就说得不是很多 每一样东西好像是 但是起了个头之后 那就又停了 那他例如 那套电影头的三分一 大概是造成那件事的发生 那里 他有些都是有些摄影手法 或者是剪接手法 去交代故事 其实都挺有趣的 就是初初都好像觉得 已经有些东西看了 但是去到后来 就是去到驱魔那里 我就觉得他 比较欠缺这个身意 就是大家都是意料之内的事 那虽然是多了一个人撞邪 但是也都不是真的 很突显到 他那个 背后想说的东西 那可能 在之后的故事里面 会说下去 但是我有点担心 就是说 就是大家看到第一套 还想不想继续看下去呢 那这个就是个问题 我也觉得很多东西 就是里面都是有些 所谓的铺牌不足 就是好像你说 就算他那段 黑人妇旅程 我觉得都是描写得不是太多 变了后来驱魔那里 反而观众不是那么容易入到电影 那另外就是好像 就是我觉得演员方面 都有少少问题 就是我觉得 现在《荷里活》的电影 一定要起用这个黑人演员 我觉得都没了口票 始终就是这个潮流来的 那我们都要顺应他 那但是其实 就是黑人演员 很多演技好的都不少 那但是这一部 那位男主角 我又觉得差一点 整部有少少目一目面的感觉 虽然他里面的气氛 那个设定 他应该是一个所谓 就是因为经历过以前的悲剧 就令到他不太相信神 所以里面对于驱魔那些东西 都不太上心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他想表现一种很冷漠的感觉 但是他演出来 就比较平板了一点 但是其实我觉得黑人演员 都有些很多是演技不错的 就是好像上次我们之前 讲过一部《Hunted Mansion》 迪士尼那部 虽然这部电影就很难 但是其中一个男主角 其实是很好戏的 那可能因为太多黑人的电影 那变了黑人太抢手了 演员 变了有时候一些大牌演员 就没办法抢到回来 那所以这部就请了 用了一个比较新一点的演员 或者一个不是那么一级的演员 那所以就发挥有些影响 那另外你说就是那个驱魔的过程 那我觉得也是欠缺了一些新意 那如果大家记得旧版 就是很多经典的难忘场面 那待会我们可以讲一下 那但是这一部就反而是 就是无论是视觉效果上 又或者它的桥段上 都好像没有什么冲击力 就算我们看回之前 比如教廷第一驱魔人 或者之前那些 或者甚至鬼秀女那些 就是有些驱魔成分 那很多 就是他们是玩得很 已经有很多花样 那但是这一部 反而就变了单调平实了一点 是啊 其实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新版本的差异是在于 他们那部电影的设定 或者背后的意识形态 也都是有些不同 因为不等会说旧版的时候 可以探讨多些 就是以前的话是比较简单 就是正邪的对决 但是现在在这个新版里面 你会发觉很难只是说 谁是正 谁是邪 因为传统的黑白 或者传统的正邪 已经不太套用到 在现在的电影那里了 另外他也有些不同的批判 就是 罗马天主教已经不是唯一可以驱魔的宗教 他也有一些武术的引入 其实是跟之前这个电影的对比是多大 如果等会你看回我们讲这个区魔人原版的话 或者区魔人第一第二集都是 那个魔鬼是由哪里来的 就是不是在美国本土的 是由中东或者在非洲或者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有这样的 他有没有直接说 但是他有这样的引导你去这样想 但是现在这一套新的就是说 例如他们在这个海地接触这个武术 他的武术是一个好的事 就是不是说是一种邪灵 但是反而是一种祝福 就是一种对现在重新審视 究竟就是其他地方的宗教 究竟是不是一定是不好 还是这个Christianity 是不是他们唯一宗教 我觉得这些戏里面 其实都探讨了很多这些问题 但是当然你当你所有东西 都是有不同的灰色地带的话 那你讲的故事就变了难说很多 还有复杂很多 就是你以前就很简单 黑与白 正邪对决搞定 现在你就变了究竟 怎样分哪个是正 哪个是邪 是不是 就是好像白人家庭 他们是这些很中部地区 那些很religious 那些白人家庭 又要好像有少少对他们 有少少批判 但是黑人家庭 如果你是无神论的话 但是你驱魔这些故事 又是讲和信心这件事有关 所以你变了很难去讲得清楚 这个故事 所以变了你就感觉上 好像他开了很多不同的头 讲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你又不知道 他吃了些东西 想着怎么带回来 还有还有三部曲 第一部 所以变了看着有少少批头 但是最惨的一件事 是不够吸引 整个故事的节奏 或者气氛各方面 始终可能都是要看完之后的两集 才知道究竟他想搞什么 但是好像你说 最惨的是第一部都不太吸引 至少之前 《月光光心方方三部曲》 至少第一部都有些看头 令到你吸引想看下去 但是今次第一部看完 都已经不想再继续看下去了 所以都挺大事 甚至我看过翠文 就是之前拍这部电影 原版的导演 曾经说过 他非常不同意去拍这部电影 甚至觉得最好就是这部电影 等他死了之后才上映 最好 结果巧合地 原版的导演 是在今年8月 即这部电影上映前两个月 就是病逝的 所以真的挺灵异的 他也说过 就算他真的死了 他也要上来 去找回新版的导演 去负身 所以不知道今次这部 新版第一集的成绩 他会有什么反应 那倒是 一遇成忏 但其实 说回第一部 其实 你再看完这部电影 再看回第一部电影 你又真的 会有些少认为 以前的电影的制作 或者他们写的故事 因为今次看的时候 就看回一部电影 就有机会 听一下 那些讨论 一直看 其实那个导演 也说了很多 他当时拍摄的 用一些手法 或者一些铺牌 其实你觉得 这些电影 就是你恐怖片 有几种 有一种叫做Slow Burn 你慢慢慢慢去营造气氛 去堆砌 去说一些人物给你听 建立人物 然后再去到最后 就是climates的时候 就可以突显到那些人的性格 再可以加强到以前 我说比较容易就是一个正邪的战斗 再加上第一集 我觉得他最成功的地方 是将一些好像很遥远的东西 带到观众的面前 还要告诉你 是在你家里也可以发生 所以大家在那时候看的话 就会觉得更加深寒 如果你说回第一集 我觉得如果新一代观众去看 可能会觉得节奏有点慢 因为这部电影就不是像现在的电影 不停地推出一些东西 那部电影其实是很慢的 很慢的去变化 就是女主角 或者是女主角 如何慢慢去扶身 如何去改变 到最后都搞不定了 终于要找这个老神父 出来去驱魔 整部电影是有一种循序 这部电影是很强的 也我觉得艺术成分也不低 甚至可以说是雅多的族 如果跟现在的电影相比 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 比较成功的 就是如果你看回当时70年代 其实可能同样的电影 不是那么多 甚至驱魔这件事 也可能不是真的 那么多人认识 始终当年70年代 没有上网 很多人的资讯上 不是那么流通 很多人都有点神秘感 所以导演比较成功之处 就是去做一些资料搜集 将这些所谓宗教里面的传奇 或者一些比较对外间来说 神秘的元素 将它拿起来 然后商业化去处理 就是好像他们关于驱魔的过程 又或者被人附身了 那些人会出现一些症状 例如突然说一些 无人懂得听的外语 甚至会飘浮 又或者会面目变得真灵 这些可能在宗教里面的驱魔 其实都有记载 但是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但是他就在那里面 就将它发扬光大了 其实这件事 另外想起当年80年代 香港的僵尸先生 可能都有受到他的影响 啟发到 也借用了很多民间传奇 尤其是他里面 竹僵尸的条件 其实是来自一本 当年一本书 《茅山至邪避本》 可能是一些名称年代的书 里面说 他也有提及过僵尸 就是要如何停止呼吸 用桃木剑 用糯米对付僵尸 如果看回这部电影 其实这些所有元素 都是来自这些民间传奇 所以这个驱魔人 我最成功的是 将这些元素拿出来 商业化去 然后炮灼了很多难忘的场面 那你提到僵尸和港产片 我觉得有对比一下 新和旧 僵尸先生是属于 比较早期的电影 但是接着 比较近期 Juno拍了另一部僵尸 其实题材和那个是差不多 你看回Juno那部僵尸 你就会觉得 他将原本有的东西提升了 加上现有的技术各方面的话 令到这个故事 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以及有些现代感 配合一些不同的技术 但是你看这部电影 反而没有这种感觉 你觉得有点吃老板的感觉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你讲回新版的 当然 幸好我刚才所说的 这三部曲 始终我们也要给他一些资讯 所以这个问题 可能要留下之后 但它之后那两部 有什么突破 另外又讲回一些 舊版 我觉得舊版 另一样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特技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电脑特技 基本上什么都能做到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在画面上表现出来的 反而有些观众看得到有些制裁的感觉 但我觉得当年的特技 始终是比较土炮一点 反而我觉得 不论这个制作人本身 又或者观众 都会比较用心一点 去对待这件事 变成了很多场面 即拍摄的时候 可能会花点心思去想 去量子 甚至是镜头运用 而观众看也会看得难忘些 好像在里面 少女被人上身之后 那些症状 例如她四脚爬爬爬的 爬下楼坯 又或者整个头扭转 当年来看会是很震撼的 原因之一就是 因为这些场面 她花了很多心思去拍摄 以及每个镜头的处理都很用心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 是感受到那种诚意 相对来说 现在实在特技太容易了 即是不停地被机关枪发射 这些特技场面出来给你看 反而太多 就不太轻香 可能就变成了 那种难忘的效果 你讲到这里 那我就想提一下 如果大家有机会再看 这个原装那部电影 也去欣赏一下导演的诚意 他们最后驱魔那一场 他们塑造到房间是很冷的 所以那些神父说话 会一直有些气噴出来 那当然在厌金来说 就很简单 随便画两东西就搞定 你从哪里拍都可以 他们就说 当年他们要拍这一场戏 他们要在夜晚开行部冷气 将那间房间降到零下三十度 所以当演员进来的时候 他们说话的话 就会有喷气 但就算你喷气的话 如果那盏灯是正面打起来的话 你都看不到那些气 所以是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他们側面都要打一盏灯过来 等那些气噴出来的时候 很显眼的 所以你想想 只是拍过一场戏 其实他们都要花很多心思 很多准备功夫下去 你每天只可以拍到几个小时 你拍了那几个小时 房间回复失温的话 他们要暂停 又要再开行冷气 等他第二天再回来再拍 所以你这样就会 正如你刚刚所说 他们很多安排 很多铺牌 很多做的事情 是真的一剔过 或者真的只有几次机会 让他们做好 所以你会发觉 以前那些气 他们真的用那些心思 或者去量度那些场景 或者制造那些视觉效果 给大家看 以前是视觉效果 现在就变成电脑特技 就是什么气 都可以随便加一些 所以那种 你的欣赏方法又不同 另外 另外一件事 我想提一下 关于旧版 大家观众去看的时候 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他也是 其实是有些 新与旧的对比 旧版那里 是说很多关于医疗 当女生上身 可能是比较 大家有留意以前那些 就是 的 说法 就是说 邪灵附身 或者鬼上身 可能是个人有精神病 就是 在这两件事 是很难分架 那套戏 也对这件事 有所探讨 就是说 是不是有问题 但其实 无论你是 驱魔也好 或是带他去接受 医学治疗也好 某个程度上 对他人 都好像有一定的折磨 就是他那里 就是在套戏里面 很凸显这一件事 所以就是 大家看的时候 又可以 就是想一想 就是这一方面 是不是 就是现在今时今日 好像我们比较少 就是说这类型的事情 但是 在以前的时候 也是有一种 这样的比较 我都值得欣赏 如果你看完第一集 有兴趣 其实都可以看第二集 因为故事 其实是直接延续的 就是他第一集完了之后 第二集 几年之后 就说回第二集 第二集也是第一集 被附身的少女 Reagan 做这个女主角 也有老神父 Max Von Sydow 就是瑞典男星 做这个角色 去说回去之前 因为他第一集 其实又说到 邪怜的身份 是没有交代到 是真正是谁 但是第二集 他就告诉你 其实是和老神父 他早年在这个中东 又或者在非洲 那里考古 是遇上一个 所谓的恶魔 这个叫Pazuzu 的恶魔有些关系 他也是有交代这件事 不过你说 整体上 艺术成就来说 第二集和第一集 差很远 第二集虽然 我觉得可能成本比较大 但是有时候 钱多了就未必拍到好戏 第二集变成很堆砌 很多不同的元素 但是如果你说 和第一集的气氛上 或者整个电影的统一性 其实是差很远 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个故事 那就看完它 那就唯有 要一提 第二集的导演 是和第一集的 是不同的 另外找了一个导演 另外讲开这件事 又讲了 有一个阴谋论 就是你知道 以前的电影 很多时候 就说 一些恶灵 恶魔 就和中东 非洲有关 跟着 上了一个白人 女仔的身 然后 就要 驱走她 但是 又驱不走 一直都留在 跟以前的意识形态 白人对客人 始终都是有点担心 觉得有一种威胁性 因为大家看回 在外国很多运动上 客人都是非常优越的 所以白人在某种程度上 都有一种自卑感 虽然他们是白人优越主义 但是 你越自大 就可能 倒转来说 就是因为越自卑 所以会造成 所以你看回 以前的电影 有少少 这些 under tone 在下底 你这样理解 也可以 所以我就说 如果大家看的时候 也可以留意一下 不同的年代 他们对故事的设定 对人物的背景 或者他底下的 那种意识形态 大家都可以拿来做一个对照 就是看看 同样一个驱魔的题材 在不同的年代 拍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除了这两集之外 其实他之后还拍了几集 甚至是早几年 也拍了一个剧集 有两季 不过那些就整体上 好像一般 反而如果大家喜欢看 我们就推荐一部韩国的电影 就是早几年 有一部南韩的 英文叫做Priest 中文叫做克制斯门 不知道有没有在香港上映过 这部电影是非常令人看到 深寒也非常好看的 不如你说几句 Michael 我知道你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是的 我觉得韩国他们在这些商业片来说 他们拿了外国那条招 然后再套入韩国的元素 再加上商业计算是非常好看的 整个故事的气氛营造 它们人物的发展 各方面的话 我觉得都挺齐全的 你看这个故事是很完整的 而且最重要是看这些恐怖片 尤其是Halloween就快来 最重要是害怕 如果看了也不害怕 你就会觉得好像浪费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 我觉得各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一部电影 最重要是够害怕 说完这个驱魔人 和有关电影的系列之后 我们又转口味 看看这个欧洲片 其实最近我们也有看不少欧洲片 好像之前 幸福奏名曲 日历 这些物理片 今次 今个星期有一部 是德国的艺术片 叫做聖夏愚俊 今次有少少不同 之前我们看了几部电影 或者大部分的欧洲片 都是女导演的电影 最近都是因为女导演比较厉害 今次这部是男导演拍的 故事 其实会令人想起很久以前的一部经典之作 就是60年代艾力奴马 这个法国新浪潮导演的一部很经典的作品 Collectors 其实这部故事设置是有点迟的 都是说两个男人 要去到一个很郊外的地方 去到一个道教屋里面 去避静 又或者去找一些灵感 但是道教屋里面 另外住了一个女人 就有点神秘感 之后再里面再带出其他人物 我觉得这部 有些人就说 是否那部Collectors 是翻拍 但我又觉得 又未至于翻拍 因为始终 大家都看过 如果看过艾力奴马的电影 其实她是很注重 其实是她的对白 就是她想透过对白 表达她的一些人生 对世界观 所以这东西其实是翻拍不到的 所以新的这部 成是愚俊 我觉得她的结构是相似 但是她对面的内容 其实都是导演想 去表达她自己的东西 这部电影 你跟之前我们看过 几部西片来说 就是这个欧洲片来说 你又觉得 是否真的好看一些 我们从哲学一些的角度来说 因为 我估计因为这部电影 导演是男性 所以看的东西比较男性角度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男性观众来说 可能她的投入感会强一些 还有另外 我觉得对比之前的一些文艺片 例如《幸福奏名曲》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故事 文艺片也有点高潮 之前那些我觉得比较平铺 整部电影都是很平坦的 这部电影到最后 是有点高潮 有点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觉得有一种戏剧效果 所以会比较吸引一些 但其实我最主要想说 这部电影是很大的道理 就是说人只要失去了 你才会珍惜一些东西 那其实这部电影 说了很多所谓的存在主义 因为这部电影 其实我觉得它另外一样做得很好 就是它人物的对比 和男主角和他身边的人的对比 是做得很好 因为所谓的存在主义 就是说人存在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你可以透过你生活里面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来实践你的人生 那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 然后你看回这部电影 那里面的男主角本身是一个 就是有点小小 就是自卑而导致自大的一种性格 那他很多时候 就是对身边那些人 就是又看不起啊 又不是很抽彩啊 那样东西就是很自我中心 那他身边那些人 很多时候都会 就是找他一起去参与一些活动的话 他也都就是 整天藉口说他要工作 这样就去推唐别人 但是当他见到别人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他又躲在一边那里 就是偷偷地在那里 妒忌也好 羡慕别人也好 那其实那个男主角是 做到这个感觉出来的 那接着 另外 导演也都利用这个 就是利用这个故事的背景 就是说他们去的度假地方 有一个山火 那当那个山火在那里烧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就是好像个男主角本身那些 就是暴躁的心情 一直越来越浓烈 就是你感觉到那种气味 就是越来越浓的烟味 你都可以感觉到 那再加上他用一些 就是神秘女性的叫床声也好 乌鹰 这些直升机飞离飞去这些 噪音 去加强男主角那种 凡躁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是 塑造得挺好的 那你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 这部电影可能 刚才你好像你这样说 就是一个男性的导演 来拍 就变成一个男性的角度 说回一些男性的心态 亦都可以说是一些中佬的心态 刚好我们两个都是中佬 那变成了可能 会比较容易入戏 相对来说 之前看幸福奏名曲 日历的女性的导演 说回一些女性的导演 说回一些女性的导演 女性的心态 未必会得到 这部反而就会有些共鸣感强些 好像你说 我觉得这个男主角是做得不错的 他的角色其实是有点自卑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屎乎 通俗地说 不是那么讨好的人物 他里面有很多烦恼 有很多不是那么令人喜欢的东西 但是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找了这个演员 这个肥仔演员去做 我感觉上 虽然他是一个不太讨厌的角色 但你又不会觉得他很讨厌 甚至有点喜剧感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导演 想做到的效果 我也不太熟悉这个演员 但我觉得他是很表现出 那种生活中的一种荒诞的感觉 虽然是一个文例片 但也有点娱乐性 相对来说 我觉得女主角就有点失色了 如果好像刚才说到 之前舊版 阿力罗马那套 Collector's 其实他里面的女主角 的确是一种很奇妙 很神秘感的魅力 但新版这个 就觉得有点平添了 虽然他这个角色 都是有点深藏不露 表面上 可能是一个好像 没什么杀伤力的女生 但原来他是一个 很有学问的一个学者 令到这个男主角 都受到深受威胁 这么多自己 是啊 男主角 我觉得无论你的看法 觉得他有些气靠 我看他就觉得 我反而看一看 觉得有些同情 甚至是可怜他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发生了一种 所谓的存在危机 但很多都是他自己所造成的 直到最后有悲剧的发生 那个女生离开了他 他才发觉原来他以前 失去了很多机会 去做很多的事情 这个其实 山火也有一个这样的暗示 就是告诉我们观众 究竟你是不是一定要 人生里面 发生一些悲剧 或者当你失去了一些东西 你才懂得珍惜这些东西 其实这部电影 我觉得都是一个 挺好的机会 给大家看一下这部电影 另外我也想说一下 这个故事的结局 其实我觉得是挺巧妙的 那我就 无谓剧透了 等大家看了 再去想一想 你看完之后 你会发觉 其实这部电影 是不止一个层次的 结局方面 无剧透之下 只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他的转接是不错的 甚至可以提升了这部电影 如果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那就留给观众大家感受一下 看看 那今个星期三部电影 你又怎样评呢 这个星期三部电影 其实我都会把 夏日如进排第一 接着是旧版驱魔人 接着才是新版的 我和你今次都是一样的意见 虽然驱魔人非常经典 但是这个圣夏如进 其实真的有些惊喜 所以我就 都排他第一 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排他第一 第二我就排驱魔人 最后当然是新版驱魔人 今个星期要讲的电影就讲完了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讲不同的新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帮忙一下like和share这些片 又或者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如果喜欢声音节目的 就会去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或者Spotify 喜欢文字影评的 就会去cinesport.com 电影网站里面去查询一下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